看到我身後面的背景 沒錯,我在台北 今次Channel C衝出香港 選擇香港航空出發到台北 看看有多少人排隊等Check-in 機程不用兩小時 看了一陣風景 吃了個熱辣辣的叉燒包 喝了一杯暖粒粒的熱茶 轉眼間已經來到台北桃園機場了 早安大家 正所謂一日之計在於神 所以吃一個美好的早餐 絕對有助你玩足全日 今次來到台北 為大家搜羅了四間特色的早餐店 立即今度出發 GoGoGo 台北的早餐店享負成名 就連歌手盧廣仲都曾經出過歌 讚好這個早餐店 今次我就帶大家 食雲台北米之年的傳統露店 特口豬扒三文治 最強蛋餅 新式打卡店 你自己最期待哪間 第一站就帶大家去到 每日一開賣就買完的 極厚熟成豬扒三文治 每一塊豬扒會醃上麵包糠 再下油炸8分鐘 只望到已經覺得好飽肚 點完還會用牛油煎香麵包 再放芝士扁和芥末醬 等豬扒炸好之後 淋上燒汁再切開 切開之後 每一份豬扒足足有5.5cm口 接下來我就會試這個 極厚豬扒三文治 剛剛我問過店主 店主說9點半開賣 有時一開賣就已經賣完 或者是平一的話 通常一小時之外都會極速賣完 既然它這麼瘦 歡迎我馬上試一下 我的嘴巴不夠大 但濕不下去 剛剛一咬下去 其實就已經很香口 而且燒汁味道很出 豬扒雖然厚 但煮出來不會很韌 或者很柴 炸完出來之後的表層仍然很粉嫩 我問店主 店主是用了低溫慢煮的方法 就預先處理過 所以才可以吃到一塊 肉汁比較嫩滑的豬扒 只是吃三文治覺得太單調 這裡還有得加配套餐 包括小食和飲品 今次我都叫了同樣是 人氣之選的 蜜汁炸蘿蔔糕 剛剛試完這個蘿蔔糕 我最初咬下去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吃甜點的椒鹽豆腐 但咬一下之後 就開始吃到蘿蔔糕的味道出來 但是夾起來 我又沒有覺得超級夾 豬扒三文治我就極度推介了 第二站就帶大家來到 恆天宮附近吃這個 台北最強蛋餅 店舖的裝修就行這個文青鋒 又有少少中式古宅的感覺 座位數量都算幾多 入座之後就用QR code點餐 一場來到我就當然不倒輸 叫了這個最經典的雙蛋蛋餅 加上65元就可以升級到肚餐 有炸湯丸和飲品 它的餅皮就不是加工的凍蛋餅皮 反而就是即叫即煎的麵粉醬 這個是焦牌的雙管蛋餅 然後我還加了芝士 因為它是即叫皮管皮 所以這個外皮都很脆口 沒有人覺得很油膩 初頭以為只有蛋做餡料會很單調 但吃下去反而覺得蛋香更突出 旁邊還放置了店舖自家調製的醬油 不會得死鹹味 沾上蛋餅也不會蓋過它的蛋香 以黑糖饅頭做基底的漢堡 都同樣出色 接著要試吃一個黑糖饅頭 還有芝士、油條、奶奶 還有奶奶 不知道我的口感不夠大膝 剛剛試吃的一個黑糖饅頭 一咬下去已經吃到很香的花生醬味 這個油條當然是把整個包升起來 咬下去變得很脆 超級正 然後底下有少許麻薯 麻薯也是偏僻 這樣就再吊起整個包的黑糖 超級推介 好吃 第三站就和大家來到 押納了在台灣超過50年 連續五年獲米芝蓮推薦的浮寒豆漿 大家看看人龍多長 早晨 我今天來到這個有米芝蓮必比登 推介的浮寒豆漿 我已經是今早早7點鐘來到這個排隊 但已經是由二樓排到一樓 而三分鐘之後 其實我後面的人龍已經是這麼長 可以看一下 這裡主打傳統中式早餐 打完石餅之餘 還有人外賣一代二代 令我對他期待滿滿 好嗎? 炸好嗎? 好嗎? 好嗎? 不要令我失望 見我站不定周圍看 是因為店裡有開放式廚房 可以看著師傅 即場製作各種燒餅和油條 一個鹹豆漿 還有一個冰豆漿 看一下你的餐廳好嗎? 好的 趁著天 趁著天 好了 不知道規矩 嗯 排了近半小時 就終於成功點到餐了 坐下之後馬上試吃 這裡很出名的鹹豆漿 這個鹹豆漿還要吃 吃下去好像平常 我們吃的那些蒸水蛋 但是它有些湯 這樣湯就像是醬油的味 再配這個油條 就是油炸鬼 有少少酥脆的感覺 厚燒餅夾油條 外皮就口感厚實一點 夾著足足有20cm長的油條 它的皮是有點像 冷發包的質地 而且吃下去有少少甜甜的 加上油條 那個油香 其實挺好吃 應該吃得挺軟的 吃完一堆鹹菜之後 接下來我就要試這個焦糖條頂 其實它撕開後 它是空心的 它的表面很脆 而且焦糖的位置 就是那些甜蜜 其實是塗在裡面 然後外面的位置 就是加了一些白尖的牙齒 很脆厚 可惜因為拍攝 放了一點點 現在有點冷 如果剛剛幾乎吃 這個應該是 很出色很出色 最後一站就帶大家來到 可以盡情打卡 主打東坳漢堡的早餐店 早餐店在今年6月才開幕 店鋪以黃白色做主調 還有不少得意擺設 大玩這個同趣搞怪風 老闆還特意把漢堡麵包換成東坳 咸和甜的口味都有 也有套餐加配 這份護泥甜甜寶 有護泥和奶落兩層 加上塗了糖霜的東坳面 是非常之夾 唯獨是鹽它這個芋頭味不算很重 而鹹味之算 就有這個辣雞甜甜寶 加入了這個辣椒和黃芥末醬 用了東坳做包 鹹鹹甜甜感都很特別 加上這個餐廳環境吃早餐 都覺得怨氣滿滿 四間早餐店都各有特色 你自己又最喜歡哪一間呢 不妨留言告訴我們 想支持我們的話就記住CLS啦 明天同樣時間會有我 介紹台北GChill 兼有品味的行程 試飲Motel界的天花板 到訪世界級咖啡店 兼入住這個好舒服的日式酒店 下集見啦 Bye Bye CLS